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法律是为有备而来的人服务的 而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杜兰杜律师 主持人好 我知道最近特朗普政府 他一直要以限缩移民来保护国家安全 以及保住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上个礼拜其实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也宣布他们要扩大缔解类别 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就让很多人开始心惊胆战 所以今天特别希望你能够在议题上面 跟我们做一些说明 首先先请问你 现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到底有哪些人有可能会被避到避解呢 主持人您好 确实是在上周他们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意见 而这个行政指导意见呢 它大多数包括了几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呢就是说有犯罪记录的 而这个犯罪记录是非常的广 它不仅仅是说你在美国已经定罪了 它还包括你被起诉的 就是说被检察官控诉的 甚至包括你有任何的犯罪行为 而这个范围可以达到任何的国家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限制于在美国 它还限制于你如果是在 比如说在中国 在日本 在任何的一个国家 认为是犯罪行为的一些行为 只要你受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 它就被划分到 可以去发出一个上庭通知 然后进入到递解令的程序 这是第一个非常扩大的一个范围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有任何的欺骗移民的 或者说不仅仅是欺骗移民福利 或者是说公共福利 任何的情况下 你有欺骗美国的政府 然后想要领取到福利 这个欺骗包括就是说 我做假的材料 或者是说我包括我省略 或者是做虚假的陈述 这些都犯在这个范围内 第三个我们大家很重要 也很我说也需要大家去想的一个 就是说它这个范围扩大到了绿卡持有人 绿卡持有人如果他在入籍之前 他递交了N400我们的入籍申请的时候 如果他在N400的申请被拒绝了 而他被拒绝的原因也是因为 他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品格的原因的话 那他也会被立为被递解 可以被发出递解令的这个出庭通知的范围之一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 你如果在美国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在美国有不应该出现在美国 你不应该再待在美国了 你没有合适的身份 那这些人也被放在了现在的这个扩大范围当中 您刚刚提到这个第三类就是什么绿卡持有人 但是您是什么违反道德规范 这个要怎么来解释呢 根据移民局或者说根据移民法律 他们是有一个专项的一个范围表格 范围表格就是说有些人 如果他涉及到一些犯罪行为 包括到了我们说的就是说 有可能有色情服务啊 或者是说有偷就是有小偷小妾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非常严重的重罪 这些罪名的话你是可以被递解的 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的入籍申请被拒绝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被签发递解令 按照以前可能有其他律师提到 或者是说其他的法律实践 就是说如果我在近五年内 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很多年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按照入籍的要求来说 你是可以选择入籍的 但是现在他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 他不仅仅是说不再看你的五年的记录 或者是其他的 只要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印记的话 他都有可能来回去去看你的这些 是不是有良好的道德品德这些范围了 或者是说你身上是不是有 严重的罪行这些问题 所以那就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 只是这些标准的范围非常的广 对 好 那其实上礼拜还有个新闻 就是也让大家蛮侧目的 就是这个有一个陆军呢 他就突然被悄悄的被勒令退伍 那他当时参军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拿到绿卡 那事实上这个从军入籍计划呢 已经在去年就公布了是要被取消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有这么大的回响呢 实际上这一个从军入籍计划 它主要是说很多有语言天分的外国人 他可以在有合适的身份情况下 加入到美国的军队当中 来为美国的军队进行服役 然后最后完成一个 帮助到美国的国土安全的一个好处 但是现在呢 由于他的审查变得更加的严格 根据就是说包括陆军处的那些官员们的谈论来说 他们现在这个审查的程序非常的长 有可能长到的超过了180天 甚至到一年的时间 才能完成到这个审查程序 很多的申请人在这个严格的背景审查的过程当中 就逐渐被筛选下来了 他们保持的说法是说 因为我们是国土安全 但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标准 或者是他们根据什么样的情况 来进行背景审查 有军官提到 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家人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移民的身份 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也是我们通过采访 或者是说新闻 其他的新闻报道来提到的这个问题 可是我不懂就是你今天在美国 如果你要入伍要重选的话 你本来就会接受这个身份背景的调查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在当病已经一段时间了 他现在才跟你讲说 你没有符合我们的规定 或是你的身家背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主持人您的这个疑问 是因为现在可能是说 根据他们内部的一个规定变得更加的严格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扩大了很多范围 包括像我们针对普通的犯罪 或者说以前的一些犯罪行为 它并不是在 我们可以说到上一个话题 以前的一些行为 它并不是在可以马上签发 递解通知到法庭的一个情况 但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签发到法庭通知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这样的东西有可能在内部 包括在军队内部也在实行 只是他们又告诉大众 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措施 包括在军队里边 也可能因为这些国土安全的问题 才是新的一些措施和政策 那我们作为老百姓 有什么方法可以得知吗 作为老百姓 我们最好的一个办法 当然是通过就是说 我们有freedom information 就是说我们这个叫做自由 信息自由的一个权利 我们可以去跟政府去要求 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 颁布了哪些禁令 或者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 有哪些规章 我们可以向对应的部门去提出要求 然后让他们把相对应的规章和制度 发给每一个人看 这是作为美国人的一个权利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赶快找律师 对 好我们这个进广告之前 再请教一个 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很多华人 也会透过什么政治庇护的方式 来申请拘留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的移民大环境之下 听说有些政治庇护等待者的公卡 也将要被取消是不是 主持人 这个目前来说 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 可能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标题 也就是说 在上周7月5号左右 移民局发布了 应该不是移民局 司法局发布了一个 他们将要废除奥巴马时期的 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很多 行政上的命令 那其中的一项呢 就是说废除 2011年发布的 一个移民局工作的办公室 发布的 关于政治庇护的申请人 或者烂民的申请人 他们有永久的 工作的一个权利的 一个指导性文件 根据司法部发言人的说法来说呢 他们这个废除 并不是说取消掉 这些申请人的公卡的权利 因为这些权利是 联邦的法律赋予他们的一个权利 他们有权利在美国工作 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个说法来说 他们取消的原来的一个行政命令 只是为了让他不和现在的 司法部的一个解释 有冲突 那根据司法部的解释来说 根据美国联邦的法律来说 这些申请人 他们仍然可以提出申请 然后这些雇主 他们仍然不能进行歧视 只不过在整个过程当中 如何进行操作 标准 而不是按照以前发布的那个标准 而是按照司法部 他们说的标准来执行了 那这个标准应该比 会比以前更加的门槛更高 应该是说 它比以前的那个门槛来说 更加的细致 细致 好 那么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些很比较 就是细分的这些类别 还有这些申请的人的 究竟要递哪些文件啊 还有要怎么样 因应政府的这个大环境 来做出这个改变 我想这个方面 应该会需要 请教更多的专家 来告诉你们的 你这个一步错 步步错 那现在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想要请教那个杜律师 这个就是大家 众所瞩目的H1B 因为这个部分 其实现在也是风声鹤唳 好 那我们现在 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再请教杜律师 有关H1B的这个 相关的应对方式 欢迎回到天然话题的 法律节目现场 现场为您请到的是 移民律师杜兰杜律师 杜律师我们进广告之前 谈到了有关于这个 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 他们要扩大递解类别 您帮我们做了 很详细的解释 到底是有哪些类别 以及这个 从军入籍计划 目前也有改变 还有包括 政治庇护等待者的公卡 其实也不会被取消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 大家很关注的 这个H1B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H1B 现在很多人就是 旅抽旅不中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留学生在每次抽签 都落空的情况之下 他还可以申请了 一些签证留在美国呢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现在的H1B形势 非常严峻 根据今年的报道 具体来说 应该有大概 19万的H1B的申请人 但是他给H1B的 我们说的申请人是cap的 也就是说 是有一个抽签的 参与抽签的这些申请人 他只发8万5千个H1B的签证 而这8万5千个H1B的签证 并不是代表说 我抽中了之后 我每一个人都会被批准 现在被拒绝的比例 是越来越大 而且他非常严苛地进行审核 包括在移民局 他们也在5月份的时候 强调他们要严格地执行 包括雇主和H1B的那些受益人 他们的一个工作关系的 严格地审查 那H1B今年的一个情势 非常严峻 除了H1B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工作签证 可能是我们的留学生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来美 想要来到美国工作的人 去选择的一个方向 那比如是说 我们经常会提到的 作为工作签证的 非常有利的一类 就是欧签证 我们所谓的欧签证 就是说你在一定的领域 有特殊的贡献 他和我们之前提到的 EB1A的那个绿卡 或者说移民签证 是有一定的不一样 或者有很多相识之处 但是有不一样的 因为这一个呢 它并不是帮助你 进行到移民程序 而是它是帮助你 拿到一个工作签证 那工作签证 欧签证它很多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自由往返地 来到美国 找你有雇主帮助你 提醒这个申请 那这个雇主不仅仅是说 你一定要是一个正常的公司 你也可以是个人 如果你是跟一些娱乐方面 或者是说文化产业方面的 一个我们叫做的中介agency 你也可以帮你很多的 很有才的一些candidates 我们说的申请人 来提出申请 那O1VSA呢 它大多数的受益人 它的区间 或者是说他们的业务范围 也包括在科技 艺术 体育 然后教育或者文化 我们说的这些领域 那也要提出 你有一些杰出的贡献 或者是说你要有 不同的一些杰出的成就 包括获奖啊 包括你参加不同的展览啊 或者说你的文化项目 得到了很好的一些展示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O1VSA 这也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 比如说做科研的人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 很多艺术类的 包括电影类 电视艺类 还有就是说艺术表演 舞台表演 这些艺术类的人才 他们去考一考虑的 一个签证种类 他们来到这个工作当中 他们可以作为 如果他们是跟agent 就是我们说的中介 来进行签约的话 帮助他们申请的话 他们有更加大的一个自由度 他们可以待多久呢 欧签证 欧签证正常的情况下 那个移民局 他们会根据你的项目 来进行规划 最长的一次 他可以签到三年 所以他在三年里边 他都可以进行 不同项目的一些制作 或者是参与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欧签证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签证 包括我们说的 批签证或者是 批签证也是 算在艺术类的一个签证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团体 你要来到美国 进行表演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你们的团体 你是这个艺术团体里边 非常优秀的一位 那也可以通过那个 来到美国进行工作和表演 欧签证批签证 这些签证比较好的 那就是说不仅仅是说 你个人可以来 你的家人也可以来 而且家人还可以进行 就是说在美国进行教育 各方面的事情 还有一类签证 家人如果因为欧签证来的话 可以在美国工作吗 工作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你在美国进行教育 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太明白 进行教育 就是欧签证的家属 我现在谈的是他的家人 到美国来进行教育 是去上课吗 对 是可以去到学校 进行上课的 是这个意思 然后除了欧签证 皮签证 这一类艺术类的外 可能大家还没有重视的 也或者也没有关注到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签证 包括我们说的 I-Lay签证 I-Lay签证就是说 给很多的媒体的工作人员 如果这个媒体的工作人员 他是在国际上的一些大型的媒体 广播电视这些公司工作 然后他来到美国的主要的目的 也是为了跟外国人进行媒体的报道 或者新闻报道的服务的话 那他们也有可能在美国 拿到一个I签证 那样子的话 他们就可以在美国进行正常的工作采访 在工作采访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可以进行继续教育 他们也可以去学校 进行深造或者学习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类签证 我们可能之前大家都没有关注过 或者说也没有就是说 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范围 那除了这些我们所谓的工作签证以外 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像特殊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像模特 可能他就会在H1B的另外一个方向 他会有另外的一些不同的经济 或者是不同的工作关系 来帮助他们来到美国进行工作 所以就是说不要因为你H1B没有抽中 你就觉得好像留在美国是没有希望 没戏的事情 当然 其实还有很多签证可以来试 那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一窝蜂的去抽H1B的原因 是因为H1B你有可能移民嘛 对不对 对 对移民的可能性比较到 您刚刚提到那几个签证都不太可能 都是工作签证而不是移民签证嘛 我们刚刚提到的签证也都是工作签证 H1B自身也是工作签证 这些签证都可以有移民的问题产生的 他们都允许包括欧签证 他都允许有 欧签证 I签证P签证也都允许你移民 对是允许你有可以 欧签证是可以允许你有移民的 那有些短暂的采访的那些签证呢 可能他对你的移民倾向有一点点考虑 但是欧签证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可以双向的一个选择的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欧签证这些以外 可能很多人也很关注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签证叫L1签证 也就是说国际高管的一个签证 因为国际高管它最好的一个点呢 可能大家也是跟移民有相关 也就是说通过国际高管的签证 L1签证过来 你有可能成为到EB1C 也就是说国际高管的一个 从非移民签证转换到移民签证的一个程序 这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都在问他的一个原因 但是作为L1签证呢 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现在在审核L1签证 转换为EB1C的过程当中 移民局对材料的申请变得更加的严苛了 他们对材料的审核也变得更加的严苛 他们要充分的去考虑你在国内的公司 还有在美国的公司的一个关系 然后公司 美国公司是否有良好的运营 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来考量 所以L1签证目前来说 它是对于没有想真正去移民来说 他们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不需要抽签 跟H1B相比它不需要抽签 它也是一个来到美国也是相对于说高管的职位 它可以多次往返 也可以允许你有移民的倾向 但是难度加大就是因为 现在它在审核的过程当中 它要从非移民签证转换到移民签证的过程当中 变得更加的难了 好的 那除了这个您刚刚提到了这几个签证 你可以在H1B落空之后呢 可以拿来作为另外一个途径 来申请这个签证的部分呢 我想谈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 但是想请您很快地谈一下EB1 EB5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EB5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者移民呢 它的情势变得来更加的严峻 但根据去年来说 有议题是想要是 有提议是想要把EB5 就是投资移民的投资额进行增长 因为之前来说他们认为 50万或者100万的投资 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标准 所以他们认为第一个提议来说是想要增长 它的一个投资底线 到多少钱 投资底线有可能会上升到135万 那另外一个条件呢 来说EB5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周期变得很长 按照我们以前的标准来说 我们有客户可能是在 2010年以前申请的 他们可能六个月就已经拿到临时绿卡了 但是现在很多客户 他们可能在2014年2015年提出申请的时候 他们现在连第一步都还没有拿到 所以时间是非常久的 是 好 因为那我们节目时间也经了为生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大家如果有移民的愿望的话呢 那么最好还是通过专家来帮您这个指点 否则的话 这个现在顺行万变的移民环境 实在是很难应对 那再次感谢杜律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我们解惑 那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看 看的是凤凰卫视